多生意,自然不会是外人,凡事呢,我也说句实话。 这段时日呀,家里头花销不小,我手里头的确是有些紧巴巴的。 我昨儿个又去寻了村中理政,为的是能收上了一些不错的红薯,晒红薯干用的。 毕竟眼瞧着天越来越凉快,到了冬日的时候,这红薯干便不容易晒出来了。 趁着现在天干日头好,得多晒出来一些,确保冬日里头也能时常有红薯干来卖。 这样一来,钱也就越发地紧张。 我本来还在想着呀,实在不行的话,便少收一些,慢慢来就是了。 可是这会儿呀,你们夫妇两个,倒是解了我这燃眉之急了。 见苏木兰这般说,吴卓远为自己家能够帮得上苏木兰家里有些高兴。 那… 不过呢,你这铺子能支撑起来也不容易,心不开张, 你们夫妇两个还要带孩子完全搬到镇上来住,要这般的东西也不算少。 你只留下一半的钱吧,咱们各自都稍微紧张一些,也各自都宽裕一些。 算是齐心协力,先把刚开始这个难给过去。 即使嫂子这么说,我也不需讲客套,便按苏嫂子说的来吧。 两家往后共事的时间还长,就怎么想的便怎么说,怎么做,不做那些虚头巴脑的事。 成。 苏木兰笑着点了下头,两家将钱袋子里的钱分了一下,各自拿了一半。 吴卓远还得回去忙搬家的事,跟苏木兰说定了这事之后,便急忙往镇上走了。 苏木兰识多了一番,盘点名各要用的所有材料,等着上午边罗声响的时候,去了祠堂那里。 白康元早已在那里了,村民曼听到了罗声,陆陆续续也赶了过来。 看人来得差不多了,白康元清了清嗓子。 咱不等了,就先说吧。 没来的人,回头愿意知会一声,你们就知会一声,不是家家都必须要做的事。 是这样,白石堂家的,这几日想着从村子里收点红薯,这具体是收啥样的红薯,开价几何,就让石堂家的跟你们说吧。 收红薯? 村民们一听,起先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惊讶的。 这红薯准备收一些红壤的,干净完整不坏的就行。 这价钱上我也打听了一下,外头的差不多和上是一文钱三斤半四斤的样子。 我这儿呢,就定成一文钱三斤,比外头的价格要高上一些。 不过,我这儿可能要求也多一些,不是红薯往这儿一扔就算完了。 要是回头发现红薯里头有坏的,得把坏的刨出去才行,不能好赖都不挑截。 要是谁家有异乡卖红薯的,等吃完了赏午饭,来家里头寻我就成。 成过分量的,当场可以借钱。 不过呢,我这也提前说一下,我这院子不大,收得多堆在那儿也怕饭坏了,每天也收不了这么多。 到时候,郭沫这事隔个两三天收一回,也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 卖红薯的时候,最好先提前上门问我一下,免得到时候费劲扒拉扛过去了,我那收够了,收也不是,不收也不是, 闹得都不好看。